走進琳瑯滿目的陶瓷工作室 這是鷹歌區模範母親曾觀月貴 跟屢獲國際陶瓷競賽獎項的兒子曾祥軒 合開的工作室 他的兒女們事業有成 家庭和睦 而他長期擔任志工 熱心公益 由里長推薦他獲得鷹歌區模範母親 然後他的小孩子都很那個曾祥軒 在全國各地都得到很多獎 包括熱心公益的部分 包括禮裡面社區的參與 都非常熱心 所以我們這次就推薦他當母親 這個真是十字名歸 曾觀月貴的教育理念很開明 許多父母親對藝術之路有刻板印象 認為藝術不能當飯吃 然而曾觀月貴說 讓孩子們自由選擇 做自己喜歡的事才最重要 小孩子喜歡什麼你就隨他的 信氣去走 不要去強迫說說 你要什麼 你媽媽要叫他賭什麼就去賭什麼 給他們就是自由去發展 我覺得這樣子才對小孩子有一種就是說 讓他們人生有一個方向 以後這樣子他們前途才是無量的 壓迫或是傳統的觀念說 你一定要怎麼樣 他就是蠻覺得說 其實小孩就是讓他發揮他的特性 然後他的專長 去挖掘他的興趣這樣 曾觀月貴的生命故事也很豐富 曾經做過麵包店 早餐店等各種職業 現在跟著兒子的腳步一起為陶藝貢獻 不只如此一雙橋手更用來回饋社會 聊起擔任職工的故事可以說個三天三夜 光是國小特教班職工更是一當當了23年 無時無刻的就是拿一個東西 會在你的身上就是把你就是這樣子 弄到有一點就是傷痕這樣子 所以說那是我們自己覺得說 那是一個就是過程沒關係 那時候同學看我媽媽 他們都會覺得說 他其實就是一個學校的天使一樣 陶瓷工作室內一整面牆 都是兒子曾祥軒的獎狀 曾觀月貴一路用母愛 支持兒子的興趣 甚至把愛送給社會弱勢的角落 記者劉安靜 劉敏軒一個報導 到達到